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你做一個Kickstarter 就很講Marketing是講前期 中期和後期 即你的Campaign不只是短短35天 你前期要做很多的準備功夫 譬如說令到更多人去知 你有一個這樣的Campaign會出現 你要發散你的消息 基本上跟線下的店舖一樣 你要知道你的標準觀眾是甚麼 你的Persona 即是你如何奪取到他們的視訊 這些全部都是很講功夫的 要做到一個 即是你本身訂上Kickstarter的時候 你是標準一個要獲得一千萬回來的 那條片本身要很吸引 你那些字眼要很get attention 接著你就要做很多的Marketing 在網上線上線下 那些的配套基本上是 帶你整個fulltime job去做 Kickstarter不是一個這麼業餘 或者這麼隨便訂上去就可以成功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都失敗過一次 那是另一個product來的 我們學到回來的就是OK的 不夠的 你一定要有很多外面的promotion 可能在Facebook、LogAd 或者你是有很多的bloggers 很多的KOI、Q Opinion Leaders 那些去講你的產品 然後再帶到人流去Kickstarter 用Kickstarter平台去集資 這樣才可以 創新,然後賣東西 但中間你怎樣把兩樣的Facebook在一起呢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尤其是香港人都說 你那件產品的體驗 你怎樣可以 因為很多時候你上網看到一段片 是不是真的呢 是不是真的呢 是不是真的做到呢 那很多時候是假的 那些人不做假的 我們希望帶出來的目的就是 你試到摸到 去體驗到那件產品 然後他們很自然地覺得 是呀沒有不是假的 那他們就會去使用這隻的 因為我覺得創新產品 其實在海蟲上 解決了很多現有的問題 那既然你解決了問題 那些人其實看到這件事 開始引起他們 引起他們的興趣的時候 就是說 其實大家都有怎樣的問題 想解決 那樣 那所以如果證明到 它真的解決到的話 其實銷售來講 不是一件很難的事 可能美國那邊 或者外國那邊 偏向在一個 在概念性的階段 那可能他們籌了錢 其實就是說 我想去首先做R&D 就是做Research 啊 Development 那些產品 然後中間可以經過很多 fine-tune 那樣的那樣 那才出貨 那變成就是可能 他們籌集的資金 或者他們沒有遇到那麼多錢 中間遇到一些障礙 他們沒有計算到一些時間 那變成可能 很多比較大的項目 就是很多困難 所以他們可能會延遲或者出貨 那但是亞洲呢 某幾個project就很例外 香港那些 那但是亞洲 其實一般來說 比較穩陣的就是 他們其實多數已經做完R&D 已經是其實籌錢那樣東西 可能他們只是做大量生產那個階段 那所以我自己見到 亞洲裏面有些project是 相對地沒有那麼大部分 第三次 來自行